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余荣岳内科医生 我是在三藩市日乐区 做了28年的内科医生 过去这十几个月 我们都知道社会受到新型冠状菌的威胁 令我们生活上很大的改变 虽然过去这几个月我们都放松了 因为很多人注射了新型冠状菌的疫苗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都知道 我们社会的新型冠状菌都开始变款了 其实不是第一次变款 变了好几次变款 最第一次变款的我们认为影响世界 就是那个我们叫做Alpha Alpha 其实是英国来的 是英国来的变款 那个已经在美国是最流行的了 但是早两个月之前 我们知道也有另一个变款 在印度的变款 那个变款我们叫Delta 这个Delta 菌 我们发现是比原本 英国的Alpha 菌 是传染性高55% 即使它传染人的机会 还是比较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影响我们的变款 是能够侵犯我们的细胞 是传染性高和快一些 如果你看看英国的Alpha 这个Delta 菌 比起原本的菌 在武汉中国 已经是比较厉害的50%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Delta 菌 是非常之厉害的 当然这个名字叫Delta 但我们知道它的变款 我们叫做B.1.617.2 最近在印度 发现这个Delta 也变了一点 有一个我们叫Delta Plus 这个叫做B.1.617.2.1 或者我们叫做A.1.1 这个菌我们发现更厉害 因为这个Delta Plus 是能够襲击人类的肺 强很多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也很害怕 现在你知道 来到美国 已经50%的新发现的冠状菌 都是Delta 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 它每两个礼拜 是会重复 就是传染得很厉害 平时冠状菌 应该传染 只是一个病人 传染1至2个 现在这个Delta 菌 是一个病人 传染2至4个 所以你知道 爆发性是很快的 虽然这些消息 听到不太好 不过我们发现 现在研究之中 我们打的疫苗 无论你是打 Pfizer Moderna 或者Johnson & Johnson 我们发现 它们都能够抵挡到 这个菌 那什么叫抵挡到 这个菌呢 我们知道 Pfizer和Moderna 差不多 88%能够可以防止这个菌 而如果染上88%的病人 他们的症状 即是打了针的人 是一个微的症状 不会是一个大病的症状 当然也有少数人 都可能打了针都会大病 看看身体的抵抗能力是怎样 我们也知道 打了针的人 96%是不会需要留院的 也有4%的人 哪些人是最危险的? 没有打针的人 所以现在你看到 现在染上了 这个菌 而比较严重病的话 都是没有打过疫苗的人 所以我们这个卫生局很紧张 叫很多人打完 我们湾区也算好 我们差不多接近80%的人 是打了两针 但是如果你说全美国来说 只是大约47-48%的人 是打了两针 而如果你有些地方 有些州 好像Missouri 在中部那些州的地方 有些州只有27.9%的人 打了两针 美雅医疗集团有什么可以说到你?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地方 染上这个Delta 这个变款Delta 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认为 虽然我们现在社会是放松 你打了针是安全很多 但是我认为 戴面罩也是重要的 我们不可以说 现在有打针 就什么都不怕了 都要小心 我们戴面罩是为了保护其他人 保护小孩子 没有机会打的那些 因为小孩子暂时 我们都是12岁以上可以打 不过我估计 到大约9月、10月左右 很可能 我们5岁以上 至11岁的人 可以批准打 因为研究 现在是安全的 在下一批 就可能 6个月 至4岁的那班 我们一步一步 我很安心 知道我们很多老人家 都打了针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湾区 染上变款的Delta 以至到 严重的病 的机会 是不会太多 但是如果你看到 这些州 是没有打到 那么多人打面的针 的话 他们就危险很多了 所以就是 看回研究 你打了针 之后 你有机会染上 但是最主要是哪一点 大家要知道 你不会有严重的病 你不会有入院的机会 当然 就算不是看新年冠状菌 也好 平时冬天 我们也是 普通的伤风菌 随时都会染上 但是多数人 不会死亡 不用入院 最多是病一下 不太舒服 就会痊癒了 我们希望 就是说 我们那群 全部打了针的人 就算你不要够 染上一个朋友 或者染上Delta菌 最主要是什么呢 不会大病 不用入院 这是我们主要 卫生局的目的 是不是 当然 最理想就是 每个人全部打了针 我们就不怕了 不过很可惜 我们的社会 不是能够这样做到 我都叫大家少分 我叫我的病人 你进室内 就算你去餐馆 都是带着面罩 当然吃饭的时候 脱下 是有这样的危险性 但是打了针 你不需要这么紧张 不过 我也有个小心 就是 这个Delta菌 我刚才有Delta Plus Delta Plus 在美国 我们没有这么多 但在印度 我们的疫苗 能够抵挡到Delta Plus 这个变款 我们还没有知道 我们知道Delta 那个最常见 现在 你知道现在美国 50% 发现的冠状元 是Delta 英国是97% 发现现在 染症冠状元 是Delta 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我们鼓励 多些人打这个疫苗 因为如果我们被这个菌传来传去 越多人传的话 它继续会变款 始终有一天 是变款到 我们现在的疫苗 不能抵挡到它 那时候 就要说 又会打打针 或者打第三针 所以 我们有可能 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 我们卫生局 这么重要 我们要叫人 要打了 一定要打了 每个人去打 就算给钱你去打 也要打 因为如果你多人打 如果菌传不准备到我们 它没有机会 人传人的话 它变款机会就减低 在开子学校之后 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班 先生是做了一个决定 我知道 我有个病人 他是教师 他准备开学 但是他已经 他是教四年班 至六年班 他已经说他有个措施 他说他不管学校怎么说 他进来的班房 是他说的 他要他的小孩带着 他要他的小孩 隔着这个桌子 他已经整过了 而且每个人都进来洗手 他说 你不可以等学校怎么做 他说 我为了保护我的学生的安全 为了保护我们的 他自己的安全 他要这样做 我同一个道理 我诊所都是黑 我诊所是不让病人 不带面罩进来的 很多病人都冲进来 不带面罩 现在不用带了 我说诊所要带 就算医学卫生局怎么说 我进入我的诊所 你要带面罩 不是你就是在视障 跟我见面 是保住你自己 保护你家人 他说我打完疫苗 打完没有 都要 因为我不知道 有哪些人 是没有打过疫苗 所以我要立个例子 我也是每个家人 要说定 如果我有小朋友 我上学 我要你戴面罩 因为这是你的安全 我们要自己做这个责任 来保护我们的家人 你回到学校 就算你同学不带 你也带着 除非你吃东西的时候 记得洗手 我们每个家人 做我们自己的本分 我们不可以受到 卫生局怎么说 因为这个 你说得对 是非常混乱 我们每一个家人 或者每一个课室 或者每一个生意 做我们认为 如何保护到 我们的社会 保护到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都会打二百多人 当然现在开始少了 因为多数人都打了 我们打针的诊所已经删除了 我们现在是每逢星期三打 为何我不可以每天打呢 因为我每一开针疫苗 是要十个病人的 好像我明天 我现在有十四个人 订阅了 即使我希望 还有六个人来 那我就不会浪费了 否则少了六个人 我就会浪费了 不过我宁愿浪费 比我叫他迟些再回来打 因为情形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 我储藏疫苗 我还有六百多支疫苗 我也留了一些 是给第二针的 我很鼓励来打 我刚刚才有两个老人家 一个八十二岁、八十四岁 还未打 我说你为什么不打 我等着你 余医生你还未打 你叫我打 我说不需要我电话 所以我安排了他明天来 两个老人家 还有些人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 哪些人未打 是想打 我星期三继续打 找我一定打 我不管他 有现疏、没有现疏 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 我认为每一针能够救到 那个人的性命 甚至是他家人的性命 这是很重要的